华联县府社会处为了让福利下乡 分区设置了社福中心 深入社区部落进行访试 而县长也特别感谢台中营建土木职业工会 以及罗永良先生 联手捐赠华联县府五辆机车 给各区的社福中心 让机车化身为行动社福的利器 使售工们能够照顾更多的弱势家庭 县长协助表示 真正进入偏乡才能够体会 偏乡部落服务的困难 长期以来社会处社工为服务弱势家庭 尽管道路狭窄 车辆无法进入 社工人会以步行的方式进入偏乡身上 或是市区巷弄访试弱势家庭 尤其当有物资运送的时候 更增加了困难度以及安全性 守护关怀机车加入 可提升社工人员服务效能以及机动性 同时也鼓舞第一线人员的士气 我们今天要感谢台中营建土木工会 我们罗永良先生 在去年花莲县来做我们一些工会的交流 那跟我们社会处处长 陈家副处长也多所的请义 有关于劳工界的权益的部分 那我们真的很谢谢他今年捐赠给花莲五部的 我们的这个机车 那我们会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社福 让我们的外出的社工能够方便来访试 对于我们全县的需要访试的这个家庭 都可以借由我们这一次的捐赠的摩托车 当做这个方便代步的工具 当然我们也把这个安全帽 以及这个行车记录器 还有安全措施 我们都做到最好的标准 所以我们要再次感谢社会企业 发挥社会企业的责任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更感谢这个社会处的同仁 真的是日以基业 夜以基日 来为我们花莲县的弱势族群 以及需要协助的家庭 全力以赴来奉献 那另外在这一次的暖心食堂 无论是从7月2号到现在 未来到7月26号 我们更要谢谢 我们花莲县县政府社会处 在全县 来对于暖心食堂的权力的推动 那另外也协助到 很多需要协助的乡亲 再次感谢社会处 也感谢我们的这个罗永远先生 社会处长陈家夫表示 花莲县县是五处社会福利中心 分别为新秀 花莲市吉安中区远南区 县府希望在各区提供 相亲更普及 更清洁的服务 这次获得三星人士 军生五辆机车 透过便利 以及轻易小限的交通工具 社工更具机动性 让行动社福 可以服务更多的 作者家庭 吉祥军 好嘞 好嘞 好嘞